從台北市長的過問題 進來除了台地說 驚發生到北蘇科三大正義案件以外 現在還在拍出 萬台第一遺憾市長改建案有告結的佩案 國民黨的議員今天就去檢察員個案 另外民進黨的議員也在質疑說 過問題在進來到 先說人數簽南港專運載BOT案的事情 牽涉到道理的問題 現今市長九萬安也答應說會啟動調查 準備好相關的資料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張秀平 用資料任憑於設備早上到 檢察員個發展台北市市長改建 此處過政府在萬台第一遺憾市長改建案 實現過相告結榜標市長四大八案 預算沒有到期我怎麼敢去標 叫我蓋一半 萬萬我不敢做的正常廠商 簡單講就是就是你講好了嘛 議員這次是國市長 月三百留標只要再透過 減行發報的方式 由維京集團下的中華工廠 以115億進級計算在標 必須台北市議會今年請要 對到四十五億武算才能繼續去 國民黨的回應是因為疫情期間 英國不計一直起起來 所以需要警告武算 第一次第五必案你怎麼判啊 全天下哪有那麼多必案啊拜託 中華工廠是法寶三點聲明表示 為警示團主席的心慶經不是 中華工廠當事長 工廠一切按照台北市 交標的內容評估之後進行投標 絕對無法的事情 對不實的言論 上海共識上庫的保留法律退縮款 不過也有機關這期 國民黨在進來跟進行進修簽訂 人工廠分傳比後天安靜 涉嫌倒立財團 所謂的招商不利的理由 把權力金調降了將近一半 那導致市府的收益 整體降低超過十億元 在明年年底 履約期限以前 幾乎是不可能完成 外界或是議會如果有疑慮 當然我們就會來盡快釐清 工程有無法如期完成 都有相對應的發展 面對台北市政策行工廳議員 現今市長主務委員 先讓客黨相關的調查 對工廠安靜的部分 要依照發席來辦理 記者綜合報道